但是我上去我就要吃定他了 我对自己很有信心 因为我一定要把这个腰带留在中国 不能让国家拿走 张伟丽骑着老外狂砸铁拳 一晚上连续可以有两位世界拳王 彻底吓坏现场裁判 好一起来看一下首先登场的选手 好没有错观众朋友们 他就是今天前来中国提馆的卡拉贝尼特美国女拳王 今天我们中方选手没有错 张伟丽也是霸气出征来迎战对手 对方的卡拉贝尼特已经是46岁 观众朋友们你别看他老 但是这个家伙的作战经验非常丰富 好比赛帝国开始 那今天的举办地点在我们中国 张伟丽作为擂台守类者来迎战对手 那这次我们张伟丽也是 时隔五个月再次来出征 很久没有打比赛了 不知道张伟丽最近的状态如何 连续第四号 张伟丽上来打的也是比较谨慎 对方的卡拉贝尼特在来本场比赛之前 观众朋友们也很猖狱 表示今天他来的目的 就是要把张伟丽的冠军给抢走 而且还扬言说张伟丽在他的面前 绝对是活不过一回合 他表示要打费张伟丽 我们都知道张伟丽在国际拳坛 确实打赢过很多美国人了 所以说这导致很多的美国人 对张伟丽观众朋友们 那恨的真的是压根之痒呀 但是贝尼特这个追击了一个拳法 好像是有点击中啊 贝尼特打的也很整 你看 贝尼特打的也很整 质量 好 漂亮 对方的身高整体来看 还是有比张伟丽的高 哎呦 这里连续的杂拳 哎呦 这里连续的进攻 对方的贝尼特根本有点扛不太住 挺走 感觉对手已经站不稳了 哎呦 观众朋友们 这场比赛历经不到两分钟的时间 哎呦 前来挑战的美国女选手卡拉贝尼特 就被我们张伟丽乱拳给打翻在了擂台上 哎呦 这场比赛打得太快了 我们可以看到张伟丽今天在擂台当中的这个进攻啊 节奏把控的很快 那最开始呢 可能是打的比较低调啊 但是还不到一分钟 我们张伟丽低调了 还不到一分钟啊 就开始连续的杂击 哎呦 可以看到 对方的卡拉贝尼特 他根本是扛不住张伟丽的中拳 呃 张伟丽在国内啊 观众朋友们 他被称为啊 这个女版的拳王泰森 因为他的拳头实在是太重了 虽然说是女儿身 但是他的重拳呢 是非常的凶狠啊 甚至来说呢 比很多男选手还要猛 呃 包括像李景亮 宋亚东 呃 死神方便 修建良的 对张伟丽的拳法当时都是评价过啊 说他们他的拳很猛 好 这场比赛我们继续是今天晚上的第二场比赛啊 张伟丽呢也是没有休息 眼前的这个家伙是 西蒙娜杜尔特 那同时也是一位美国选手 他也是不服张伟丽刚刚打赢了他的姐姐啊 这个姐妹花 呃 作为妹妹也是来找张伟丽复仇 我们张伟丽确实挺兴火啊 一晚上连续打了两场比赛 这里的话也是换了一个新的短裤啊 刚刚的那一条呢沾满了鲜血 这场比赛张伟丽在身高上是和对手差不多 那不同于上一场比赛 今天的眼前的这个选手呢 要比上一个选手年轻 不准啊 刚刚有几下张伟丽在拼拳的时候打退了啊 对对 很危险 很有杀张伟丽 张伟丽打的还是很主动啊 一直在找机会 多使回法 对 越过这个大拳的中距离去 嗯 那后手 后手权直接出 对手的战架拿的也是比较高 哎呦 连续的中击 那么到地面的话 就是张伟丽的主场了 比赛已经过去一分半的时间 这个不会又要Q了吧 我的天哪 张伟丽拿到上位之后 观众朋友们 你可以看到他的爆发力跟冲击力啊 这对手完全感觉就和张伟丽不是一个量级的 但实际上对手赛前的临时体重呢 比张伟丽还要重 上一场比赛是用了一分钟KO 走击 好 哎呦 刚刚对方的起乔有效果了 对 对方想走 但是张伟丽这里的压势力完全不给他走的机会 连续的杂机 这里裁判还是不叫停 可以看到张伟丽的拳头揪下一个锤 哎呦 这里裁判终于是叫停比赛了 可以看到张伟丽今天是打出在一晚上 观众朋友们连续打赢了两场比赛 而且这场两场比赛的观众朋友们都是以KO 以及非常快速的方式啊 终结了对手 我的妈呀 这个比赛打得太快了 而且张伟丽 我没有想到两位那台挑战者的水平原来这么低下啊 这个时隔五个月 张伟丽的水平呢 依然是呃 威力不减 反倒是让我们感觉他的拳头越来越猛了 好 连续杂机 可以看到这个精彩回放当中的张伟丽的拳头就像一把锤子一样 这砸的确实是非常的猛 好 今天晚上张伟丽连续KO了两位美国选手 打得很精彩 呃 对手呢 确实有着不死的实力 但是在张伟丽面前呢 根本不够看 虽然说老外很很恨我们 但是观众朋友们啊 这个打不由我们 这也是事实 可以看到张伟丽拿到双围之后的砸拳啊 对手完全扛不住 这个地面谁就是发力很好啊 对 其实我一直刚才在说张伟丽通过刚才那一组拼拳啊 一打出火气来了 是 确实是头部挨了几个中肌 哎呦 对方全打的确实准啊 对 全场比赛 赢了排放的排定 红方圈 好 这场比赛让我们再次恭喜我们的女拳王张伟丽 斩获了两场比赛的胜利 那同时非常感谢屏幕前您的收看与支持 好了 咱们下期视频 不见 不散 下期视频 感谢观看